拜拜 哎 拜拜 哎 自从Lisa出生以来 我发现她比同龄的孩子成长的都慢一些 比如别人都是三个月就能横稳的抬头了 她要等到四个月才行 别人翻身都是三四个月 她要等到七八个月 别的十到十一个月都开始走路了 她要等到十三个月 现在她十八个月了 同龄都已经可以说很多单词 她却除了会叫爸爸妈妈 就只剩下娃娃叫 你是我的 甚至有人会问我 为什么娃都这个月份了 还不会这还不会那 听到这一些 你们会焦虑吗 我不会 因为我知道 在她身体正常发育的前提下 慢慢的她就什么都会了 比如自己吃饭 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怎么教她 但是突然她就会了 或许有些孩子她就是天生慢日 曾经我总是被要求聪明点 学习好点 别人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我又怎么样怎么样 或许正是因为自己经历了这个阶段 而不想自己的娃再走一遍 有时候我们要求孩子做得更好一点 但是为什么不要求我们自己当父母更好一点呢 甚至压南也在说 有时候我不是在养孩子 而是在养曾经的自己 其实只要孩子平安健康 快乐成长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 允许自己孩子成长慢一点 没什么大不了的